另外开春瑞瑟湘最老的地方社团 也就是瑞瑟湘老人会 今天上午也特别举办了新春纳福团拜 地方各机关首长各级民意代表和老人会会员们 攻守作义祝贺彼此龙年安康 而理事长林永福在新的一年也特别提醒 除了是老人会的继续提供各项的服务 也欢迎并且也鼓励社区长者踊跃参加 老人会各项研习活动 一起共学到老 攻守作义各机关首长各级民意代表与老人会会员们 彼此互道恭喜祝贺龙年安康 瑞瑟湘老人会新春纳福团拜现场一片喜气 开春瑞瑟湘老人会今年上午特别举办新春纳福团拜活动 社区社团台上精彩的舞蹈表演点缀热闹气氛 在老师的带领下与会各级首长贵宾也和老人会成员们一起做暖身操 活动筋骨身体健康宛如一围火龙 就连百岁人瑞也相当喜欢来老人会丑人 不 不 他说怎么来 做这个 那个 这种小人一层 那这边可以 做按摩椅 那条银 刚刚我听那个总監师隆会总監师 激励的所以我今天会提 现在有机力可以增加肌肉 以及运动器材 为全乡最资深的老人会 办理包括书法研习 绘画 卡拉OK比赛以及相关长者卫教宣导等等 活动包罗万象 理事长林永福也欢迎 且鼓励社区长者踊跃参加 一起共学在地老化 那么我们就是平常就是起办一些活动 让我们老人会的会员能够来参与 那这个 经会都要靠 相公所的县政府来补助 那这方面呢 我们每一年 办的活动还是满受到我们会员的欢迎 律师乡老人会成立至今超过30多年 目前会员就超过500多人 除了开办的研习课程 或相关活动之外 老人会馆几乎是天天开放 提供会员以及社区长者 就近学习或交流情谊的平台 让晚年生活也能精彩丰富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